一名女子在社群网站上发文 说在台北捷运中山站 被陌生男子不停的搭讪 甚至尾随 结果引起了热烈讨论 有很多女生也在底下回复说 自己也曾经碰过这样的情况 还被问要不要做直播主 甚至问说要不要加入特种行业 在西门町捷运站出口 也经常有男子乱搭讪 警方则表示会加强巡逻 这样也很好想要跟您要打爱 走出捷运站 立刻碰到搭讪 怎么比 就是假装没看到 是很多是不是 每天都有 几乎都有 想好好逛个街很难 公关要我们去当什么犯罪 有的甚至听不懂拒绝 拼命尾随 有一次有跟很远的那种 然后我就一直拒绝他 拒绝很烦 一直跟就是很没隐瞒 杰云中山站跟西门町站 都有这种搭讪人 有女生上社群网站抱怨 说被陌生男子搭讪尾随 底下引起热烈共鸣 有人说被问要不要做直播 还有的死缠烂打 问要不要做特种行业 有的女生说 只要摆出无敌臭脸 希望搭讪男子 自己知难而退 落单女子被锁定 真的心惊惊 捷运站内站外 现在都加强巡逻 警方只希望走出站的男生女生 都可以安心喝咖啡 好好逛街 记者刘氏周中林台北报道